零基础该怎么去学习单词 该怎么去学英语 从今天开始我来带着大家 咱们用30天的时间能够学会这样一个自然拼图 让大家能够入门拼图 能够掌握失明人最常见的一些拼图的规则 让大家能够见到单词能够准确的拼图出来 以及能够快速的把单词给他记下来 首先咱们大家都知道 咱们学汉语拼音的时候 咱们有生母和韵母 对不对 同样在英文单词中咱们也有辅音和原音 你看你掌握了汉语拼音的生母和韵母 咱们就能拼汉语拼音 能拼汉字 对不对 同样在学英语单词的时候 你只要掌握的辅音还有原音 咱们就能够准确的把这个单词给他拼图出来 这个时候是不需要借助音标的 好吧 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的20个辅音 你先把辅音掌握熟练 下次咱们再学原音 然后再能够去拼读单词 记住 先把每个音跟着我去读准 先读准 然后再去练熟 然后再去练习乱续的止读 好吧 好 先给我把这20个辅音 请给我准确的拼读一下 第一个读做 你们看到没有 他们的发音很多跟咱们的汉语拼音 发音很像的 好 括号里面这个音读做 相当于两个石都刻在一块 这个也是读 他俩都读 所以说以后你只要看到C和K在一块 他俩都读 发一个音就读 发刻刻的音 这个是 有很多人 让波德不分 注意分清楚啊 肚子朝右的是 肚子朝左的是 后面这个是 这个是 这个读作 咱们看 特别像一个倒着的杯子 对不对 咱们喝水 后面这个是 放蜜蜂来 遮你 后面这个是 这个是 这个是 注意我标红的这几个音都是特别重要的 咱们后面会反复的见到他们的 这个是 这个音啊 他可以写成这个字母 也可以把这个 给他加上 它也是一个辅音组合 就读作 相当于咱们在学校做的一个扩胸运动 哭哭哭 哭哭哭的音 哭哭哭 这个音 你看它长得是不是特别像一棵小草一样 对吧 它特别的弱 非常的弱 就读读 这个是 后面那个是 这个不是特别的好读啊 记得啊 你要用牙齿咬着你的嘴唇来读啊 轻咬嘴唇 不要读V 它不是V 读的V 后面这个是 这个不是特别的好读啊 它呢 就读作 他的发音是 科和色的发音 连那一块读的 读的 来 这个是 看特别像咱们拍照的时候 比的一个手势 对吧 最后一个是 好 这是咱们的20个辅音 刚才我给大家示范的是咱们的标准的去拼读啊 当然有些孩子或者说有些同学 邻居者的孩子 就在读的时候 他是很难发出这个音 就是读的时候 特别的绕口 我也有另外第二种版本 教给大家去拼读 对于这些 就是你发音的时候 不是特别好发 就是我总是读的特别的费劲 送给这些孩子 好吧 送给这些同学 你在读的时候 可以加一个呃的音 方便你发音 这样你拼单词的时候 可以把呃音给他踢掉 好吧 第二种版本 来注意啊 下面是第二种版本 如果第一种版本 你没有问题 你就练习第一种版本就可以了 好 第二种版本可以读 就是加个呃的音 跟咱们的汉影评一样 对吧 这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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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是咱们的第二种版本 有一个呃音在里面啊 就是你读单词的时候 一定要把那个呃音给他踢掉啊 好吧 这有两种版本的发音 大家去根据自己的情况去练习一下 注意啊 辅音一定要读准 然后再去练习速度 我们的一种版本就能帮我们